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课的课文 我们第一册第二课的课文叫 Great food at night Great food at night Great food at night就是在晚上 在晚上的美食 Great food,美好的食物,很棒的食物 好,那在台湾呢,夜晚的美食 也就是我们通常会出现在夜市 出来看一下这一课哦 Night markets Night markets are common in Taiwan 一开始他就开门见山告诉你 台湾最普遍的东西就是Night markets 那请各位帮我把课文上面标注一下 Night markets就是夜市 夜市呢,他用复数,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S是复数 动词用R 那common呢,common是形容词 用这个形容词来补充说明前面这个夜市 它的状态是怎么样,common很普遍 所以这个R,这个R就是我们刚刚在课文学到的 第一个文法,连续动词 这个R是连续动词 连续动词后面加主词,补语,补语,补充说明主词的状态 Night markets are common in Taiwan 在台湾,夜市相当的普遍哦 好,他讲了两个条件 假如,If you live in Kaohsiung, you can visit 六合 Night market If you live in 台中, you may go to 逢甲 Night markets every once in a while 好,一开始就用两个假设语期来告诉你 那我们有在刚刚的文法当中有学到 对未来的事情做假设的时候 条件句的动词要用现在是 对未来做假设的时候 条件句的动词要用现在是 所以这两句各位都可以看到 蓝色的地方都是动词现在是哦 他在对未来做假设 如果你现在live in 高雄 如果你是住在高雄的高雄人 You can,住动词后面加原型动词 Visit, you can visit 六合夜市 你就可以去选择拜访高雄有名的六合夜市 那假如呢,你是住在台中 You live in 台中 如果你是住台中 You may,你也许就可以去 Go to the 逢甲 Night market 去看一下逢甲,逢甲夜市 各位可以看到呢 前面都是蓝色荧光笔画起来的 都是用现在是口吻 对未来做假设用现在是口吻 那主要句子呢 都是住动词加原型动词 都是住动词加原型动词 好,那这里呢 这个every once in a while every once in a while 可以等于sometimes 偶尔有时候 可以等于occasually 可以等于from time to time 这是我们在单字的时候有学到的 那请你直接写在自己的课本上哦 好,那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两个句型 我们就再来复习一下 我们学过的假设语气 我们这一课的句型二 他说呢,如果你是在对未来的条件 未来的状况做假设的时候 对未来做假设的时候 你的条件句动词要用现在是 条件句在哪里呢 这个就叫做条件句 应该有看到老师用荧光笔帮你写上了 这个if所引导出来的主词动词加售词 叫做条件句 前面叫做条件句 逗号后面呢 这是主要子句 好,所以你看哦 条件句都要用动词用现在式的口吻 主要子句都会有住动词加原型动词VR VR是原型动词 所以这两句完全符合我们的句型哦 接下来,假如你是高雄人 你要去拜访六合Night Market If you live in Tai中 如果你住台中 You may go to 逢家Night Market sometime or有时候你会去拜访一下台中的逢家夜市 好,如果呢 However 这两个条件状态下你都会去拜访一下这种有名的夜市 然而来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里有个转折语气咯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都会有起承转合 这里也是,它就是一个转 它前面就是告诉你可能可能的状况下你可以干嘛干嘛 但是,转折来了,转折是重点哦 However 来However写一下 它可以得never the last 还有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字叫but 但是 但是呢,然而呢 Do you know,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事 来各位帮老师把这个钟刮糊 直接刮糊在自己的课本上 嘿,你知道吗 然而,但是,你知道吗 你是主词 知道是动词 那后面知道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对不对 这件事情就是老师现在用钟刮糊 刮糊起来的 这是一件事 它当做寿词哦 这个那么长的一个问句 这个How many nine markets there are in Taiwan 这个是一个间接问句 它当做我们这个know知道的寿词 这个是一个很长的间接问句 当做这个知道的寿词 好,所以How many是疑问词哦 How many nine markets是疑问词 主词是layer 动词是are 这种疑问词 然后呢,加主词 加动词的这种间接问句的句型 它可以当我们的寿词 放在知道的后面当一件事 所以呢,它比langer啊 如果你是高雄人 你要去拜访六合 你是台中人 你要拜访冯甲 但是你知道吗 台湾有多少间夜市 How many nine markets are there How many nine markets there are in Taiwan 在台湾到底有多少间的 有多少间的夜市 来,它告诉你哦 Actually 来,这个字我们出现了 我们刚刚有说它可以摆句首 打豆号 摆句首打个豆号 表示呢,这整句话 你要讲接下来这句话的态度 你要告诉对方一个正确的资讯 告诉你哦 事实上叫Actually Actually in fact 还有呢 A somatic of fact 事实上啊 There are probably too many to come 但是你知道吗 台湾其实大小夜市 有些没有登记的 可能呢 全台哦 There are There are就是有的意思 后面要加负数 There are probably too many 实在是太多了 Too many nine markets to come 各位这里有个红色片语 Too怎么样 Too怎么样 再翻译成太怎么样而不能 这个to后面要加圆形动词 这个to的后面要加圆形动词 翻译成太怎么样而不能去做下一个动作哦 所以呢 They are probably 可能实在有太多的夜市 以至于不能去to come 没有办法去算 全台的夜市真的是算不完 那我们就来讲讲台北吧 台北 台湾的首都 The capital of Taiwan 台北 may have the most night markets of all the city in Taiwan 那我们讲台北就好了 台北也许就拥有 这里因为有个住动词may 所以我们的have动词才会用圆形 台北这个住动词影响后面动词用圆形 台北 may have the most night markets of all the city 这个of all the city 我们翻译成在所有的城市之中 写上中文 在所有的城市之中 in Taiwan 在台湾的所有城市之中 我们的台北也许应该是拥有 the most night market 拥有最多夜市的一个城市 Roughly speaking 粗略的来说 你看这个Roughly speaking 这个副词加上speaking 真的有用法 我们刚刚在学单词的时候学到 他们通常都摆句首 摆句首 然后是用来要表达后面的讲话的语气 粗略的来说 Leo are 29 markets in Taipei 其实台北如果粗略的来算一下 这些知名的 在台北大概就有20个 Leo are 29 markets 因为20自己记得这个night market 有加asset 所以粗略来说 Leo are 29 markets in Taipei 在台北 光是台北就有20间夜市 and the least 而且这20间 the 29 markets are just the well known are just the famous the noted night market 只是那些有名的 我们没有把那些没有名的算进去 好 那讲到这个 来这个例子 这个代名词 这个指示代名词很重要 各位都要知道 你在读文章的时候 要清楚知道这个代名词在指谁 这个例子就是指那个 the 20 那些呢 20个有名的 20 the 29th market 这个例子是指 刚刚他前面已经提到了一次 这些20间 这20间台北就有 出力来说台北就有这20间的超市 那这20间这个数字 这个指这个数量 the 29th market 这20间夜市都指示 指示呢 well known 为人所知的 有名的 著名的 好 那些 once 那这个once呢 是代名词 那这个代名词呢 是指前面刚刚提到的 night market 前面提到一次 第二次提 我们就用代名词加s就好 其实这个once呢 就是night markets 好 那个eps 那个s呢 就是这个market的复数 好 所以呢 其实出力来说 台北整间有20个夜市 而且这个20这个数量 the 20th night market are just 都只是有名的那一些哦 the well known ones the well known night markets 好 这个night market 这个once一定会考 它是一个没有特定的代名词 好 接下来我们看呢 among land 在他们之中 来这个among 这个among是介细词 很重要哦 后面加上名词 for vng among land 是介在什么之中 among land 看在这20个有名的night market 在台北 这个20个 在台北呢 这20个有名的夜市之中呢 台北的士林night market 台北的士林夜市呢 is the most popular one 是最popular 最受欢迎的 popular是受欢迎的 是最受欢迎的 那一个one 好 你看哦 因为呢 这个